香港中央政策組 強奪公共政策研究計畫的審批權 更計畫讓官員插手審批激怒各界 在立法會特別會議上 泛民主派議員、人權和學界團體 批評當局借中策組監控學術界 猶如中共中宣部前置人民思想 呼籲立法會議員不要通過有關撥款 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 人權團體及泛民議員等 紛紛表明反對中策組擴典 和邀請官員參與審批 批評中策組變成中宣部 你們變成中宣部、組織部 你扮演一些中共控制思想、篩選人選 這些角色 這個中策組真是中宣部一樣玩的 瑞蓮聽證 簡直是那班瑞蓮聽證的人的藍書房行走 學術界則批評當局借中策組打壓學術制度 令學界成為中共打手 中策組他今次拿走這個研究撥款 目的其實很清楚 他是希望去做一些政治的吸納 去吸納親政府的智庫和學者 將學術成為政府製造輿論的機器 新潭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 新潭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 此外 許先生